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新年前钱财花不完,终得投奖不是梦的生肖,属龙,生肖龙的人春节前的财运,是特别旺盛的,红运当头,财运大涨,几乎每天都会有财在进账,除了自己努力应得的回报之外,还会有意外之财的收获,投资理财也是会有大丰收的, 属兔,生肖兔的人春节前财运步步高升,财运找上门,一路财运大开,过去一年的努力,为自己活得了丰厚的回报,事业也是步步上升,前途无可限量,财运不少,钱财不少,属狗,生肖狗的人,春节前财运有所转机,好运会源源不断,机遇纵生,有财神庇护,把握机遇, 你也会腰缠万贯,再加上贵人会出现在你身边,要把握好机会,一夜暴富不敢说,财运亨通,八方来财,财源广进也是肯定的,生肖鸡,属鸡的的小伙伴在春节前财运寂寞, 尤其是此前一直为了某个项目,努力很久的小伙伴,在这段时间里,只要你们付出百分百的努力,外加好运的伴随下,很快就能成功拿下,并收入一大笔金钱, 让你们喜笑颜开,为自己付出的心血感到十分欣慰,对未来也更加充满自信了,另外偏财运也是极好的,若想要趁热打铁小小投资一番,不妨好好请教一下,周围理财成功的朋友, 在慎重决定,会收获满满的惊喜哦,生肖舌,属实的小伙伴在春节前运势还不错,财运会让你们欣喜不已,尤其是做销售的小伙伴,这个时段是非常好的尽财时机,只要拿出你们的高情商,就能吸引来众多客户,成交率超高,财运滚滚, 而其他工薪一族的小伙伴,在工作上一定要拿出百倍的精神,认真负责地去对待每一项工作任务,相信付出的努力以及好运的加持下,呈现的成果都会非常出色,领导对你们成果满意,自然加薪也会优先考虑你们,生肖猪,属猪的的小伙伴在春节前运气大声,尤其是财运极好, 正财方面,由于你们在工作上一直勤勤恳恳地付出,不抱怨,不怕苦的态度深得领导的欣赏,所以极有可能给你们超丰厚的年终奖,这般努力而得到的回报,也会让你们心中阴霾一扫而尽, 偏财方面,你们投资的一些理财产品,或是购买的一些彩票等等,都有可能给你们带来惊喜,让你们喜笑颜开,生肖猴,属猴的小伙伴在前几个月运气平平,未能遇到自己特别如意的事, 但好在春节前来个大翻转,好运降临,尤其是财运极旺,不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,都可以有助丰厚的收获, 正财上只要自己用心认真的去完成每项工作任务,成果都是很不错的,领导也由此对你们赞赏有加, 升职加薪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,偏财上也能够有超多的惊喜,自己投资的理财产品,不断带来回报等等, 日渐充盈的荷包让你们开怀大笑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谁是这五个生肖人,最容易富贵,一生穷不尽身。 生肖龙,生肖陈龙被视为是十二生肖中,最具有偏财运的属相, 天生偏财旺盛容易获得横财,即使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不是很好, 也依然有机会获得横财。 这种让人无法想象的财运,对于陈龙来说,就好似于生俱来一般, 但属龙的人对于个人,是否能够获得财富并不在意。 在他们看来,金钱乃是身外之物,只有感情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陈龙能够为了爱情,亲情而选择放弃财富, 这也是为何说他们的财运不及太诛。 生肖虎,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, 属虎人向来都是那种有些心高气傲的人, 他们眼睛里容不得沙子,所以自身足够优秀的同时也会频繁的, 给周围人一种不好的印象, 继而事业上的口碑越来越糟糕, 但属虎人从来都是那种, 懂得独立和坚持的人, 即便是一个人孤军奋战,也能取得斐然的成绩, 所以属虎人成功之前所受的苦, 是可想而知的。 他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 常常是身边没有帮手白手起家的状态, 若是在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的话, 恐怕早就缴械投降败下着来了, 但所幸属虎人的骨子里, 就是有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劲头, 别人越是轻视自己, 就越要做出一番成绩出来。 生肖狗, 虽说属狗的人无论是在工作, 还是在理财方面都没有特别亮眼的地方, 但他们确实是十二生肖中财运最为稳定,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够有所收获的类型, 和陈龙类似, 属狗的人对于金钱也不是特别的看重, 在他们心中爱情以及家庭的分量更伟大, 努力工作赚钱的目的之一, 便是获得幸福美满的家庭, 事实上在虚狗眼中家庭和爱情, 就是他们最为珍贵的财富。 生肖狗, 属鼠的人头脑精明擅长思考, 眼光精准且心思细腻, 只要能够发现机遇, 就可以确保在赚钱的过程中, 具有极高的成功率, 他们很擅长理财投资, 每一次出手都能够取得不错的回报, 不过也正因为心思过于细腻, 导致子鼠的心态不够勇敢, 总是担心自己在理财的时候遭遇失败, 这种消极的情绪, 会影响到子鼠在投资过程中做出的判断, 进而面临破财危机, 生肖机, 对自尊心很强的鼠机人来说, 赚钱这种事有轻重缓急, 但一定不能因为一点利益而迷失了本心, 更何况自己还非常勤奋, 所以有些违心钱不赚也罢, 毕竟人生对勤奋的人而言, 是机会多多的, 可能也正是因为骨子里对成败的淡然, 和鲜明的价值观, 鼠机人在成为有钱人之前会走不少弯路, 但事情有反面的一面, 就势必也会有正面的一面, 正义感极强又很有底线的鼠机人, 尽管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和泪, 但往往最后都取得了名利双收的好结果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孝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固有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